大家好 現在跟各位分享ATB冷光儀的應用 ATB冷光儀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因為在傳統的方法要等待48小時 如果使用ATB冷光儀的話 只需要兩分鐘 簡單來說 它是利用酵素 像這個是使用過的 將棉花棒在目標物上進行塗抹之後 把它切入 讓它的酵素把上面的維生物分解 分解掉的ATB會在下面 與螢火蟲的酵素產生冷光 進到我們的冷光儀之後 這是還沒使用過的 關起來測試 只要一二十秒鐘就可以知道目前的狀況 它的優點是迅速 非常迅速 根據公告法需要48小時 使用我們的ATB冷光儀的話 只需要二十秒鐘到兩分鐘 那缺點呢 第一個 耗材相對費用會比較高 第二個 它跟維生物之間相關性的話 目前公告法還是沒有採用ATB法 但是就是因為它的收效非常迅速 所以在即時的操作上 尤其在衛生環境監控 食品工廠 團善公司等等大量自備 非常適合用來監控我們現場消毒後的成果 我聽說 知道有了嗎? 谢谢观看